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是孙城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天 VOA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解谜时刻 将为您介绍蒋健时日记 不过我们首先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巴基斯坦私生政治家扎赫拉侯赛因 在卡拉奇遭枪击身亡 警方说扎赫拉星期六 在他的家的外面遭遇街头抢劫 头部中了两枪 他在送医院途中死亡 扎赫拉的政党正义运动党的发言人称 他的遇害是一切恐怖主义行为 正义运动党是巴基斯坦板球明星 伊姆拉罕领导的政党 扎赫拉是该党的资深副主席 在上周的议会选举中 正义运动党得票名列第三 中国大陆游客 包括参加自由行的人越来越多 台湾有的立委质疑一些大陆游客 不受限制的在一个飞弹基地附近 参加飞行伞训练运动 会损害这个基地的防卫安全 我有一位威视记者杨诚台北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何欣纯担心 中国大陆游客在新北市飞弹基地附近 参加飞行伞运动可能会导致国防机密泄露 这是一个商业盈利的飞行伞训练营地 记者会上播放的录像显示 从飞行伞上可以看到爱国者飞弹基地 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说 我们质疑武汉部 飞弹指挥部 跟作战事长是 为什么对那么重要的防空基地 却没有任何的防备之心跟警戒之心 可以任由所有的旅客 任由所有的游客飞上去 然后做任何程度规模的勤收 难道这样子对台湾的国家安全 国家的机密不会外泄吗 对爱国者飞弹的部署的情况 不会因此泄密吗 如果这情资泄露出去之后 那我国的北部的防空宛如不设防 台湾国防部非弹指挥部参谋长 游人民上校说 基地严禁拍摄与闯入 我们本部除了告知相关的 这个华阳协会相关单位 这个约犯相关的会员之外 事实上我们本部在这个相关的 防护措施上也做了些许 这个相关的应用作为 比如说我们在营区有设置相关的对空监视上 以监视空中一些飞行伞的一个状况的掌握 如果发现临近我们营区周遭 我们就会通知这个相关的飞行协会 以及这个陷阱来协处 但是立委邱志伟说 国防部的管制太过消极 无法防止国防机密泄露 VOA卫视记者杨成台北报道 菲律宾海岸巡逻队5月9号枪杀了一名台湾渔民之后 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5月19号星期天住在台北的菲律宾人参加了一场弥撒 一名菲律宾官员在弥撒当中 公布了紧急联络方式 并且呼吁菲律宾劳工在台湾人的不满情绪平息之前 尽量减少外出 台湾圣多福天主堂的马迪亚圣夫表示 他祈祷台非政府致力解决争端 双方应该以友善的态度达成协议 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平安度日 没有恐惧 参加弥撒的菲律宾人对于自己在台湾的人身安全 有不同看法 这里的菲律宾人对目前的状况感到非常害怕 这里很危险 在台北万出并不安全 我自己就不敢出门 目前在台北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 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天主堂 到很晚才回家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安全 由于一名死亡事件 台湾政府已经暂时冻结雇佣菲律宾劳工 并且呼吁民众避免到菲律宾旅游 台湾政府还拒绝接受菲律宾总统的道歉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星期天举办了一次民主风筝活动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5月19日制作了大型六四风筝 在信介清水湾交业公园举办放风筝行动 纪念当年八九民运期间 学生追求民主的决心和恪求 延续当年北京学生的心愿 放风筝是民运期间 学生抗议中国当局触动直升机 见识学生集会的方法 24年前的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 最后酿成一场学生镇压的六四事件 在这二十几年甚至是往后更长的时间 我们能够在香港这个自由的地方 坚持有一个公开的集会平反六四 这不但是香港人的骄傲 也是鼓舞整个中国人 尽快平反六四和争取民主 民主风筝行动是智联会今年纪念六四的 其中一个活动 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 纪念六四事件是香港民间抗争的标志 来参与的市民都是为了表达 他们对六四事件的关注 勿忘六四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解密时刻 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日记 这部日记记录的一些内容 甚至可能会颠覆人们对蒋介石本人 甚至是对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认识 让人认识到一个未必大家真正了解的蒋介石 观世回避的真相 诠释者禁忌的事实 解密时刻讲述陈锋故事 细数人间沧桑 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观众听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有些人有写日记的习惯 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想 通过一个人的日记 人们可以增加对他的了解 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东西 因此人们还可能通过一个人的日记 了解到其他途径无法知道的秘密 今天的解密时刻 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日记 据说这部日记记录的一些内容 可能颠覆我们对蒋本人 甚至对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认识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翻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日记 透过字里行间认识一个你未必真正了解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的唯一真本 受蒋家的后人委托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 我们特别邀请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 郭戴军女士 向我们介绍他参与保管的蒋介石日记 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到台湾之后 那些显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1949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 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 共产党油弱变强 国民党油强变弱 这究竟是为什么 蒋介石开始反思 国民党开始改革 蒋介石的日记记录下当时他反思和国民党在台湾改革的点点滴滴 49年之后国民政府就退到了台湾 那么共产党就在中国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省这件事情 说怎么样把这个大陆丢掉 谁丢掉了中国大陆 那太多了 我想1949年不但对蒋介石本人 对整个的中华民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 蒋介石在1949年的日记写的特别的多 虽然是在打仗写的特别的多 几乎每一天都是反省 因为他一直想怎么回事 为什么 所以他后来归纳 他不但是49年 他到50年继续的反省 他归纳几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失败 第一个他认为外交 他说不能够信赖或依赖他国 因为过去对美国太依赖了 他自己讲 他说我呀是傻中之傻 就不应该信赖美国 那么另外一个他就说党 他就是党的整个的涣散了 党员没有信仰 对三民主义没有认识 然后党员离心离德 党也没有党纪 完全是没有办法控制了 他说军队士气荡然 他在日记里很多 他说这些带兵的人 每到一地就先想好自己后退之路 然后等到这个战争不利 带军的这些将军们自己先跑 然后把军队留在这里 他说这怎么可以打仗 所以这个军队也是整个的士气 都完全是一塌糊涂了 那么当然是经济 因为最后的这个稻草 压死这个骆驼的这个稻草 是经济 财政方面的 他也有很多 但这里他很责备宋子文 他觉得宋子文在行政院长时候 他把黄金拿出来 允许人民兑换 允许兑换 结果兑换了一下 库存一半的黄金就没了 反而并没有 但是并没有稳住这个金融 没有稳住 所以他说子文误国 他就好几次就讲说 谈到今天他说就怪子文一人 事实上没有那么单纯 那么另外他有很多 他反映他自己 他就说他自己 这个有很多的缺点 他自己有很多的谈话 讲到他自己做什么 他就说他自己这个人呢 太就是太管事情 管得太多了 他就说他自己太交金 太自斥 太忙活 不能够 不能够虚心 而且不客观 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听人家讲话 所以他说 他是轻浮及躁 个性太强 凡大小政策 无不自信自觉 因为这样说 以至于无人禁言 他都不敢跟他讲话 你自己决定好了 不能够及时广义 折中至当 所以他对他自己 倒是很多很多的 非常有反省 非常多 他实际上在49年 好几次他觉得 他说 己无面目 在天地之间 他想一试 顿试 他想躲起来 甚至于他想 自杀一切国人 事实上你知道 当时国民党 很多的大员 只有三个选择 一个投共 另外一个是 不愿投共的就跑走了 到香港 澳门 到美国 我去做羽工 第三种是什么 自杀 很多人都自杀 蒋介石身边 最信赖的 最亲的人 一个是陈布雷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戴继涛 他们最后都选择自杀 所以蒋介石 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他还是 他讲 他说这是我闯的祸 我犯的错 他说我要赎罪 他必须要重新的改革 所以他当时就想 要寻找一单纯之地 然后呢 另起炉灶 重新改革 那么这是他对他自己的反省 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 他觉得误学了美国的民主 就是位极民主而强行民主 也就是说 1946年开始行线 可是那个时候 整个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 条件不具备 勉强地去行线 反而搞得一塌糊涂 那么这也是他认为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他就讲 他说啊 他说就是 本党啊 对于这个 总理的三民主义 没有切实的执行 特别是民生主义 他在反省里面他讲 因为他下夜以后 他回到凤化 他在凤化住了三个月 在他的家乡 他到处走 他说啊 我自己的家乡 本党执政已经二十多年 我自己凤化的人民 生活跟二十多年前 没有什么改变 他说本党的人都在做官 没有好好的执行 总理的主义 所以他说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要 好好的在经济上 重新改革 切实地执行三民主义 所以我想 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反省 所以后来到了台湾以后 他做了一些改革 那么也都是根据 他这些反省 比方说他进行了土改 比方说他允许地方 有一些自治 甚至是在后边 在这个政党选举方面 他允许这个党外 这个人士来参选 进行独立参选 和这个执政党的这个人士 进行竞争 而且很多的党外人士 是获胜了 当了地方首长了 对对对 这个在这些东西 在蒋介石的日记当中 有反应吗 很多 很多 比方说他到了台湾来以后 他到台湾来以后 第一个这个举办 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 就很像中央党校 对党员做思想上的 一个重新的教育 然后他组织了这个改造委员会 对国民党 对整个的这个组织上 做重新的这个改革 那么以前 很多地方没有做 现在做了 他以前在日记常问 为什么这个大学老师 都不听我们 都跟着共产党走 为什么妇女 都跟着他们走 为什么青年学生 老是反对我们 那么他做了很多的改革 当然另外就是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你谈到 这个地方自治 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在50年 想要指 想要开始地方自治 国民党里面都反对 50年还是风雨飘摇 台湾还是风雨飘摇 戒严时代 还是戒严戒严 勘乱时代 大家都讲 你这是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 可是他觉得 他说退此一步 别无死所 我们当年就是没有好好执行 总理的这个遗教 就是三民主义 我们先到台湾以后 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做 所以他说要举行选举 举行乡镇市长的选举 还有中央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县市长选举 审议会的选举都是直接选举的 当时大家都很害怕 那可是他坚持要做 这里面也很好玩 因为虽然蒋介石说 他是这个总理的信徒 他要实行民主啊 民权民生什么等等 其实中国三千多年来 没有真正做过直接选举 谁也不知道 这个真正的民主是怎么回事 万一正选举就怎么办 对呀 所以蒋介石也好 陈先生也好 他其实都不知道 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决心 想要做 他们不知道 那么所以后来 因为大家都说 你这样很危险啊 因为我们外省人 就是从大陆来的 外省只占人口13% 你一选以后 你不是完蛋了吗 最后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了 所以内部反对 后来怎么办呢 折中就把它缩小范围 比方说台湾一共只有21县市 它把它分成八次选举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乱 比较不会乱 那么第一批就是台中市长的选举 我给你举个例非常好玩 那么台中市长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有一个人姓林 然后有一个非国民党的人姓杨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不足轻重 国民党跟非国民党两个人 一开始就是竞争 而这个非国民党这个姓杨的 叫杨基仙 杨基仙是台中的市家 他的叔叔是当时 台湾省民政厅厅长杨昭家 所以他一路领先 所以很多人讲他开玩笑 台中是台湾省中部第一大市 万一这个第一任的市长 落入到别人手里 那我们国民党还有得混吗 所以很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讲 所以蒋介石有天他也忍不住了 他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吴国珍 沈主席嘛 吴国珍 他说啊 你叫那个姓杨的自动退选 他要插手不让干了 他不要他选 民主选举不干了 可是他还不要说我不让你选 要你自动退选 因为他不愿意担这个骂名 这个日记他写得很清楚啊 我一直到前几月才看到 那么吴国珍 吴国珍是在美国读的书 他当然觉得不好 但吴国珍还是听他的话 去跟这个姓杨讲 所以他日记讲 他说国珍来电 说杨某啊 这个答应同意退选 态度良好 结果他马上就后悔了 因为对方态度良好 他又觉得他说此举事有不当 就是我今天这样干涉 后悔了 事有不当 他第二天又在想怎么办呢 结果第二天吴国珍跑过来跟他报告 就一直讲前讲 说你这样不对 他就说国珍甚啰嗦 但是呢 于呀我呀 于有错 所以只好忍耐其啰嗦 然后缓言告知 告诉他 那我们来想办法 有没有补救的方式 第三天他又思考 然后到了29号这天 12月29号 他又打电话给吴国珍 他说叫国珍通知杨某 允允许允其继续参选 吴国珍又告诉那个人 那个杨也很大方 又同意继续参选 再回来 结果呢 等这个电话打完以后呢 他日记就写 他说这样子于心啊 才稍有稍可畏也 比较安慰 即使本党失去这个选举 亦无愧也 那么于心亦无愧也 那么当然最后很不幸 果然这个杨某当选了 而且是高票当选了 所以第一任的台中市长 是一个非国民党 那么有了第一任的台中市长的经验 到最后最后选举是台北市市长 这是临时的首都啊 那么出现一个黑马 很强无三连 是一个本土的人士 那不得了 国民党根本推不出人 来跟他竞选 怎么办呢 也是国民党内部很多的讨论 也说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不准他参选 可是因为有了台中这个经验 讲件事就说 还是允许他参选 最后国民党是礼让 所以第一任的台北市市长 也不是国民党的人 所以当时很多人很害怕呀 但是正因为我觉得啊 正因为国民党基本上 还守住了最基本的原则 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对 所以呢 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 愿意加入国民党 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 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蒋介石去世以后了 那么台湾最后开始走向民主化 解除了这个戒严时代 然后呢 解除了党禁 解除了报禁都开放了 这个当年在蒋介石 自己的日记里边 尽管这些没有在他的志下实行 他有没有说到这些东西 我想他没有想到那么多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 因为他其实是上一辈的人 他只是觉得西方的民主是很好 他也并不知道民主到底怎么样来做 所以我觉得从51年开始 这个选举 对他来讲都是 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学习 对他 对陈臣 对其他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讲 都是一个学习 那么他们想干涉 可是最后他发现 不干涉反而好 而且你尊重台湾的人民 信任台湾的人民 台湾人民自己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就是说他在总结经验子 是不是也总结过这个 就是说当年 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 国民党的这个腐败 是不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他日记讲五子登科 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骂国民党五子登科 他在日记讲 他说抗战胜利复原 他说党员只想到这些 五子是什么 就房子啊 车子啊 金子啊 女子啊 什么这些 五子登科嘛 就是说你复原你好好的建设 可是大家都去抢 把房子拿来 然后还有抢女人 然后抢这个车子什么等等的 他说党员心中只想这些 那么这个治党国于何地 那么他其实 他其实对于国民党里面的问题 他是蛮清楚的 只是说当年在大陆时候 他没有机会来改革 因为一直都在征战之中 没有机会来改革 所以我们到了台湾以后 我们看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都能够在他在大陆的日记里面 找到他的根源 从1949年退守台湾 到1975年去世 蒋介石最希望成就的事业 就是反攻大陆 然而 他心中的矛盾纠结 和国际形势的多端变化 使他始终未能永远 对于这些 蒋介石在日记中都有所记述 我相信蒋介石并没有 就是说死心说 我不再回大陆了 他应该还有一个 反攻大陆的吧 他心心念念 每天 整个的武林年代 他想的都是希望反攻大陆 所以他把这个经济建设 是交给成城来做 他自己就是外交跟军事 最主要就是反攻大陆 他认为怎么样可能呢 这个被大陆打出来了 那以这个台湾这样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基地 人数上面 力量上面 他认为有这个能力 反攻回去吗 我觉得蒋介石的个性 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他坚忍不拔 绝不驱挠 你看北伐 他就那么一点兵 他就北伐了 抗战 中国这么样贫穷落后 他也撑下来了 对不对 从918开始 不可能变成可能 是 他真的领导了这么庞大的人口 贫穷落后 文盲 跟这么进步的日本 也今后也拖了14年 最后赢得胜利 然后内战 他一败涂地 可是他在台湾 他也站起来了 是不是 那么所以我觉得 在他的心中 他认为就是人定是胜天的 他日记里边有这样写吗 他有这种 他等待机会 他等待机会 韩战就是他的一个机会 韩战 就是50年发生的这个韩战 他觉得机会来了 他立刻很兴奋 因为一听到韩战爆发 他立刻在总统府 召集这个军事首长 大家开会 马上要派军队 想派一个军 要三万三千人要派出去 然后马上就说 我们三万人是不够 我们接下来希望派十万人去 就是帮助南韩打仗 是的 帮助南韩 因为他跟李成晚总统 是交情是很好的 他们都是反共的 那可是呢 很不幸 就是美国并不希望 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射入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不想掀起大战 他怕又掀起 因为就复杂了嘛 美国认为你这是韩战嘛 你这边不要再搞进来了 所以美国不希望 因为二战才刚结束 不想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基本上是美国 给这个国民党浇了冷水了 所以最后蒋介石也明白了 他也不希望事情恶化 也不希望事情复杂 他明白了 就是说国民党 这个韩战不是个机会 可是韩战之后 到53年最后签了这个停战协定 在整个的50年代 国民党在这个东南沿海 所谓突击队啊 这种短期的上去就跑 大概前前后后有80多次 那么这个基本上呢 是小规模的 小规模的 这最主要是幕后策划 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就CIA 他们当时用那个名称 叫西方公司 那么就是挖人啊 突击队上去啊 上去干什么呢 第一个就制造纷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获取情报 因为铁幕嘛 大家没有办法知道 里面到底搞什么名堂 所以他要靠他们去 拿很多的情报 但是这种小打小闹呢 已经没有办法 可是蒋介石一直在等待集会 那么但是我想 后来中美签订 共同防疫条约 美国很明白的跟他说 就是不希望在台海两岸 再有大规模的 这种军事的冲突了 所以他大概到了 50年代底 60年开始 他知道没有什么希望 这个是他在日记里边说了 他心里明白了 尤其是蒋经国访美之后 美国明确的跟蒋经国说 就是说不希望在台海 有任何的 因为蒋介石一直心不死嘛 是不希望在台海 有任何的争端 也就是说 美国一直并不希望 蒋介石所谓的反攻大陆 美国是要维持现状 那么 中国和美国 其实是敌人 那么这个 中国是公开的 这个骂美国了 而且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 是打的是很激烈 很热火 这一个过程中 美国有没有任何的时候 希望能够借助这个 蒋介石的力量 跟中国对抗 有好几次 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 要 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 国民党的力量 特别是后来 跟中共对峙的时候 尤其像文革以后 美国有好几次是如此的 那么 这就很好 很有趣了 就当美国想到 要国民党来 担任某种角色的时候 蒋介石反而退缩 为什么 比方说 我这里有一个记录 比方说在 韩战的时候 杜鲁门曾经 想要用原子弹 因为当时有人提起来 蒋介石知道这个事情 他马上写 他说杜鲁门跟美国朝野 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 应设法打破枝 不能让它用原子弹 因为他认为 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民 不应该用原子弹 那么到了54年的时候 美国甚至于想用氢弹 想用氢弹 对付越南跟中国 那么他日记也讲 他说美国将以氢弹原子弹 对付越南中国 必使不另用于越南 与中国大陆 不要让他们来用 不要让他用 不能让他用 54年的4月10月 都发生这个事 58年就大要禁的这个时候 对 那么美国里面内部又有 他觉得中国现在大乱 正好是一个打破他的时候 那么也来找了跟国民党 那么可是蒋介石 他也很想这么做 但是呢 他说不能够用原子弹 不能用 他认为这用原子弹 但是对付自己的人民是不对的 那到了文革那个时候 都还有一些机会 但是呢 当然这种 你知道美国内部 也是有不同的意见 也很纷争了 所以这些想法 最后都没有执行 中共建国没多久 这个武汉曾经发生一个大洪水 好像1953年的时候 这个洪水是当时死了不少人 很大的洪水 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说 你现在趁机会 是个反共的好机会 他就很斟酌 就是你刚刚谈到 他就太人了 他就说 我要反共 我也不能趁这个人民 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都在洪水 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是救灾才对 这不是谈反共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 那几天 这个洪水大概前前后后 有两个月之久 所以他非常的注意 这个每天日记写了很多 本日怎么武汉的水灾 灾民如何 湖北情况 水深多少尺 有多少灾民死掉了 什么 他很注意这些事情 他其实人在台湾 虽然是在台湾很努力的建设 他的心心念念 还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反共大陆不成了 各种方式都觉得无路可走了 他对台湾前途怎么看 是 最近还有个朋友问我 他戴军啊 他说你看 蒋介石虽然1949年失败了 那么悲惨 可是你看台湾后来经济起飞 他应该很高兴吧 台湾的发展 他应该很高兴吧 我说没有 我说看他的日记啊 他都是非常的忧虑 很多心心念念 想要回到中国大陆 然后一心都是中国大陆人民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水灾 他非常痛心 他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水灾 文化大革命 什么大药境 有这个饥荒 他都非常的关心 那么当然 这个整个的大的情势 最后他没有办法在军事上反攻 那最后怎么办呢 他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再用软实力 用软实力来反攻 所以他最后在台湾是叫做 叫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提出来是建设台湾 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建设 不仅是在经济方面 他特别后来就成立一个叫文化复兴委员会 那么中国大陆 共产党在中国要摧毁传统文化 那么他在台湾就特别的要推动 保护传统文化 他重视教育 重视学生 重视科学 他最后提出来民主科学教育 这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蒋介石希望通过文化复兴 用中华传统固有的文化 来推动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他在1971年 纪念国父及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大典上 呼吁把台湾建设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 我们顾父一生是一个顾民革命 远旧日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本举起 再造一个照明瓦连的新中国 所以顾父说 中国有个精通思想 是秒数迷藏文物 究竟 一些控制 我的思想 就是激进 这颗精通的导致思想 来发扬 广大 用说 要发扬 富有之文化 才学习世界之文化 以及 自民 自民族 不趋于世界 以凶之于打斗 以后 我们国父 是大神 是这位中华文化 复兴运动 之七名 扫师 而是再造 以后 张念 法力之行 中国 的大典 那就是 我们 有这年来 始终 建设到 复兴中华文化 关切 各民 各民的 赔逼的 指标 蒋介石反攻大陆 虽然未能实现 但是1949年 投向共产党的 原国军将领 副作义 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电部长的同时 似乎仍然是 身在曹影 心在汉 曾经与蒋介石 暗中联系 在中国大陆 贵为国母的 宋庆龄 也对毛泽东的 很多政策 感到不满 因此在对毛 规劝未果后 一度考虑 离开中国 曾经在这个过程中 复逆作义 逆就是逆反的逆 复逆作义 叛变 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 写什么呢 西贡所能四字 四个字 西贡所能 密告语 秘密的跟我来联络 但其他没有句名 他只写了西贡所能 那么可是呢 观其笔记啊 却是真笔 是他的真姬 因为他们都认得嘛 所以他知道 是他的亲笔 所以呢 他是有这么一段 那么他说的 这个所谓的西贡所能 西贡所能就是 我愿意尽心尽力的 跟你提供给你嘛 就离音外合嘛 提供一切 提供一切的意思嘛 副作义 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1927年 跟随严西山 参加北伐 后依附蒋介石 协助其对付 凤系军阀张作霖 为扭转战局立下战功 但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 又与国民政府为敌 惨败后 再次投奔蒋介石 抗日战争期间 傅作义率领59军 参加长城抗战 取得抗战第一场胜利 国共内战开始后 傅作义率随远部队 连克解放军部防的 吉宁 大同 张家口等重镇 多次击败聂荣真兵团 后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1949年平津战役后期 傅作义率北平25万国军 投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傅作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和水利部部长等职 第二年正好就是三面红旗之后 这个大饥荒的时候 整个中国大陆 这时候非常的惨 所以傅作义 他们也看到了 这些想法 我想他可能也后悔 他也后悔 认为当时 自己做的很多事情 他也蛮后悔的 所以他才会带了 这么一个密信 给蒋介石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有什么 反攻的行为 或者有什么我能做的话 我息供所能 我尽我的力量 我来离应外合 那么蒋介石的日记当中 除了说到这一点之外 还提到其他吗 这里面傅作义的事情 一直进行了六个月 六个月 那不只是这 这是第一次出现 到后来这是八月 后来到九月 十一月 到十月 十一月都还有出现 但是呢 都是一笔 就是可见他们是有联系 就是彼此之间 同时他也想 这个本下周的 这个预定要做什么 他说讨论 复逆 什么什么知识 就是复作义 这件事情 我们要提出来讨论 但是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 他没有说 为什么无疾而终了 没有 因为我想 整个大情势的发展 我们也知道 没有机会 主要也是没有机会 同时这个也是 很谨慎小心 这里面就很有意思 我就觉得 因为复作义也好 蒋介石也好 他们当年都是在一起的 彼此都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默契 复作义信得过蒋介石 万一蒋介石把这个拿出来还得了 那复作义马上要掉脑袋的 对 他信得过蒋介石 同样的就是 蒋介石在某些地方 也信得过复作义 为什么呢 因为在四九年 复作义已经投共之后 蒋介石还派飞机到北京 去载这个学人出来 那么西运的机场还让他们起降 这都是双方的默契 像复作义 类似这个 我是不是就是说 只有复作义一个人 有这样的这个表示 从大陆里边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国军将领 有这样的表示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如果是说 从蒋介石日记本身来看 那么复作义是一个 最明确的一个例子 那么其他的 我们从其他的档案 以及我自己 跟这个家属的接触 比方说像宋家 的接触 我就晓得 这个宋庆龄啊 宋庆龄曾经写过 好几封信给毛泽东 他认为做的不对 你指的是哪一个时段 从大要进 三反 五反 反右 大要进 文革 宋庆龄大概写了七封信 给毛泽东 他就是认为说 你这样子做 你不能说服我 那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毛泽东一开始对他很客气 到最后就火了 他就说 他不想的话就走吧 那么 当然现在这个 这七封信呢 是一直都没有公开 那可是 他们的宋家的家属 跟我讲 就是他们当时是很认真的 跟北京联络 要把宋庆龄接出来 宋庆龄想出来 所以这个谈谈 双方的这个接洽谈谈判的 都到很具体的 包括就是说 美国这边宋矮龄 愿意付七百万美元的保证金 那么让宋庆龄出来 那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 那么都准备欢迎他来了 可是很可惜到最后 不晓得哪一位 就是最上面的一个长官 他觉得还是不行 他说国母如果走了不回来 那怎么得了呢 所以最后就 所以很遗憾 所以宋庆龄他们宋家姐妹 最后都没有再见到一面 坊间传说 中国大陆和台湾 曾经长期通过密室联系 探讨统一问题 两岸之间究竟有没有密室 中苏交恶 中美缓和 中日建交 日记中的蒋介石 如何看待这些外交上的重大冲击 当年就是说 这个反攻大陆 这个计划是不成了 他自己也知道做不成了 他有没有想过 跟大陆 再进行某种形式的统一 如果他反攻大陆不成的话 没有 或者说他有没有 去想到国共的再次的合作 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 至少在他的日记上 没有 没有想过 因为在 现在坊间一些说法 一些这个回忆的东西 都说 蒋介石在那个时候 跟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周恩来 一直有密室 一直有密室的联系 这个联系 一直联系到60年代 这个后期 都才截止 这个情况 他日记当中 有没有说过 我相信 因为国共两党的 很多人是互相是认得的 彼此有很深的交情 所以我相信 中间的来往是有的 但是呢 所谓有没有真的密室 我个人很怀疑 因为我举一个例 比方说 有一位先生叫曹巨仁 曹巨仁先生 那么他就讲到说 他担任国共之间的密室 传递消息 然后某年某月某日 在日月谈 跟这个蒋介石先生报告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么我们特别去翻 这个蒋的日记 按照他所提的时间 我们就发现 蒋里面提到他 只有提到一次 就讲朝逆 什么什么什么 说他是坏蛋 逆就是这个叛逆的逆 因为如果他信任他 就不会叫他朝逆 对 第二个 就是这个日期 我们去查以后不对 就是他说在日月谈 跟蒋介石报告 可是那一天 蒋介石人根本不在日月谈 所以当我也 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 就是说 曹巨仁先生 到底扮演到 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想国共之间 这种来来往往 是不会断的 因为彼此之间 千丝万缕 太多 但是有没有上升到 真正担任一个 密室的程度 这点我个人是比较存疑 在49年之后呢 中国共产党 是决定一面倒 投向苏联 要跟苏联结盟 而且双方是结盟了 但是呢 在六十年代呢 开始呢 中苏呢 就开始分裂 尤其到了这个文革期间呢 中苏这个冲突 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 在边界地带 这个时候 台湾跟苏联 有没有什么样的 这个联系说 我们截起手 联起手来一起 对付中国共产党 这个故事啊 过去一直有传言 就是当年有一个 记者叫 叫维克多 大陆叫维克多 这个传的是非常多 这个日记 开放以后呢 果然有歧视 国有歧视 这个Victor Lewis呢 他其实是苏联KGB的人 但他是以英国的 这个记者的身份 来跟国民党联络 那个时候 尤其是珍宝岛事件之后 中苏的交恶嘛 对 所以苏联就想找 这个中华民国 一起联合起来 来对付中国大陆 维克多路易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曾经担任几家 英国报纸 驻莫斯科记者 真实身份 是苏联克格勃间谍 他当时 故意向西方记者 透露机密 以便让西方报纸 刊登对 克里姆林宫 有利的新闻 包括赫鲁晓夫下台 苏军即将入侵 捷克斯洛伐克 和苏联宇航计划等 1969年 维克多路易斯 曾经独家披露 苏联正考虑 对中国的核设施 发动攻击 维克多路易斯 同时向克格勃提供 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情况 那这个维克多 这个Victor Lewis 他还到了台湾来10天 所以这个事情 是上了 上了这个议程的 他见了蒋经国 蒋经国当时是国防部部长 蒋经国也跟蒋介石报告 所以蒋介石日记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细节的这个描述 以后就继续的进行 所以呢 在不同的地方见面 比方到东京见面 在墨西哥 在巴西 那么在伦敦 都有见面 这个事情一直在谈之中 到底双方能够 怎么样的合作 做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 那么最后呢 蒋经国还把这个事情 交给当时的新闻局局长 叫魏锦蒙 因为魏锦蒙是蒋经国 非常信任 是他自己的人 所以他把这个事情 让魏锦蒙来主管 所以以后就变成 魏锦蒙跟这个Victor Lewis 来对话 那么负责这个很多的联系 那么牵涉的人很多 不只是魏锦蒙蒙经国 我们驻日本的大使 中华民国驻日本的大使 驻墨西哥的大使 驻巴西的 都亲自来参与了 那么苏联派的人 也是相当的多 这个事情一直到19 一直到1969 70 71都还在 都有存在 但是后来为什么无疾而终 蒋介石到最后 他很多的考量 他觉得不能苏联狡诈 不可信言 他还是不能相信 这个共产党 他不能相信苏联 第二个他说不愿意做吴三桂 应该是在70年代开始 中美之间 这个有发展 开始发展关系 尼克松 基辛格 甚至发了这个什么上海公报 这样子 他对这些东西 他很关心的 对于这个基辛格到中国道路访问 后来尼克松访问 他都是密切注意 他觉得他们都是 都是违反了 叛逆了 都是这个叛徒 都没有坚守这个反共的阵容 那么他有很多非常详细的批评 各种的破坏 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办 他只能够自己 自己在这个纸上来埋怨 他有没有 就是说他的日记当中 有没有显示说 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 如果是不能阻拦的话 至少要减少这方面的 这个损失和压力 他其实讲是在每一个战役 或每一个 不管是军事的战役 或政治战役 他是做很详细的破坏 那么这个沙盘的推演 如何如何做 他都有 所以说你谈到了这个 联合国保卫战 那这是非常的详细 很精彩的 然后中日断交的问题 能不能够在拖延 能不能够阻止 以及后来基辛格去访问 中国大陆 尼克松也访问的时候 他都非常密切注意 他也有一些想法 但后来当然是没有办法 在联合国保卫战中间 他还是发挥了作用 比方说当时是 我们驻美大致是叶公超 那么叶公超在美国呢 负责这些事情 在联合国那边 但是呢 另一方面来讲 蒋介石呢 他们又有第二管道 从透过蒋经国跟克莱恩 就是CIA驻台湾的主任 他们又发挥了第二管道 所以一个是正式的管道跟白宫 另外有个第二个管道 这个是蒋介石的参与 都是相当大 可是到了这个中日断交 以及日本跟中国 这个签约的承认中国 以及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 蒋是非常的愤怒 但是他这个时候 我想整个世界的大局 走势是如此 他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所以他一生都苦 尤其是到晚年 他也非常的苦 因为到了六年代以后 这个冲击跟横力 一个一个接着而来 对他来讲都是不顺 虽然这个时候台湾经济发展 非常的蓬勃 可是讲一件事来讲 他更关心的 还是能不能够反攻 还是这个他能不能够 中华民国能不能够 再重新回到中国大陆 但是很遗憾 就在他走之前 我们看他的日记都是 他只能够自我鼓励 就是天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显古其心智 老几经古 然后说主耶稣 必赋予我以赋国大任 什么等等的 一定会保佑我 事实上最后他也是走了 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共产党 到底怎么看 儒教理念 基督精神 三民主义 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事 有什么影响 蒋介石的日记 皆是他心中的秘密 您看过他的所有的日记差不多 您感觉蒋介石是一个有现身精神的人呢 还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我也没有看过他全部的每一个 每一天的日记 因为几乎是很困难 因为数千万字 我想真正看过的人 几少几少 大概五个手指头都数不出来 那么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武师的人 为什么 他生活非常的简单 他的这个穿着 他的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 他到了台湾来以后 一直都穿的都是一个轮胎底的 那个旧的皮鞋 那个旧的这个卡机裤 他的衣服都非常老旧 他是一生奉献给革命 他总觉得他对不起总理 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在他手上失掉了 他要把他再拿回来 所以基本上他是不是为自己 他是想为国家民族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他本人个人的这种 他个人的执着 他会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 这个我才能够领导革命 你想要来领导革命 你不如我领导的好 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后来跟国民党里面 一些派系处得不好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桂系 李中仁啊 白冲喜啊 乐系啊 张发奎啊 等等的 所以他这个国民党里面 这个派系 他处理的不好 那么还有就是他到了台湾来之后 他当选第一任的总统 连任了第二任总统 因为根据宪法是连选的连任一次 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任 他不应该再连任 可是他认为 我呀 我的我要赎罪 我这个国家在我手上 这个大陆失掉了 我要带大家回到中国大陆 所以呢 我必须要带大家回去 所以我要再做第三任 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也批评他了 就认为是这个 包括他在台湾 为了要稳定台湾的安全 那么他做了一些比较严厉的 在经济上是放 但政治上是比较严厉 基本上就50年代跟60年代 所谓的白色恐怖 那么我想这些也就是大家批评他的地方 他继续当任这个总统 当然外界可能说他是权力欲望 继续要恋战 他自己的日记里边是怎么想 他认为是他是责无旁贷 没有能够反攻大陆的最大障碍 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在他其实在这个抗战的时候 他就经常读这个共产党的 叫做参考通讯 共产党一个叫参考通讯 那他经常看这个马列的东西 毛泽东写的东西他也经常的看 写的好的他也觉得很好 然后传给他的周围来看 那么在那个时候 他就经常自问 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 为什么大学教授要跟着他们走 为什么青年学生要跟着他们走 他经常自问 所以他有一次还在写了一个问卷 给他周围的人 说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自己经常思考 他有没有去讲 为什么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力比我们强 为什么宣传力比我们强 为什么青年学生妇女 都愿意跟着他们走 可见他一直都想到这些事情 他有一次看到中共的这个党的组织 运作的这个组织方案 他就讲 他说他们很有效率 本党我们国民党 如果再不奋起直追 将败亡也 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 所以他其实 他认为共产党在组织效率 动员上是很有效率的 但是他也讨论过 为什么他最后 没有办法走共产党这条路 他觉得他自己讲 他说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 他说我们中国人是讲人 人 儒家讲人 他说基督教讲爱 他说我们对于这个人民 如果能够用仁爱来做 我们何必要阶级斗争 我们为什么要仇恨 那么所以他就经常有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所以他觉得他认为共产党的这一套是不足取 他觉得是行不通 他还是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儒家的 这个仁爱 以及基督的这个爱人爱民 他觉得这是一个他应该 他愿意选择走的路 他在跟共产党这个斗争中失败了 是因为他有人人之心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 比方你这样问我可以回答你一个 就是四九年他不是本来想把毛抓起来吗 这个压起来审判吗 四五年 四五年 最后他还是把他放掉了 放掉出去以后 毛泽东第一话就讲 他说蒋介石富人之人 那么可是我想 蒋介石当然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 他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对儒家的信念 对三民主义的这个追求 以及最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经常谈到这个爱 谈到这个爱 人与人之间的爱 他是认为这个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人类努力的这个动力 我个人觉得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几点 第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他在任何的压力 外面的压力 外务 日本的侵略 各种他都没有屈服 他一直维持着这个中国的尊严 中国的统一 他北伐抗战 那么甚至于到了台湾来 美国多少次都说 希望台湾的军队能够用美式 发美国人的薪水 穿美国人的衣服 但是他都不允许 宁愿让这个国军拿很少的钱 他不愿意作为这个美国的附庸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他是有理想 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 他是有他的想法 他希望中国能够现代化 能够尊严 中国能够统一 中国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一生的追求 我相信都是如此 所以很多的地方 虽然在追求的路程中 他跟别人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这个目标是一样的 他是真的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废除不平等条约 能够有尊严的站起来 那么第三个呢 我觉得他在 特别是在维持中国的尊严 国家统一上 我觉得他特了不起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和谈 跟日本和谈 或是投降 或是屈服 他都不做 他觉得在民族的大势大费上面 我们要有所坚持 虽然自己多么的痛苦困难 我们要有所坚持 国务主 今后国民 当中奋产生于世界 发言以光芒太良之积彩 现在其中我们发挥一体典礼 一体光明 以发扬明着积彩 与世界的死地了 蒋介石率领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 如今已经六十多年了 今天的台湾 无论是经济发展 还是政治制度 已经同蒋介石在世时的台湾 大不一样了 他致死都没有再度返回的中国大陆 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是否改变了您对蒋介石的认识呢 我是李肃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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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